欢迎收看今天天下 欧洲的通膨依旧市居高不下 有可能接下来会降息吗 MF表示如果欧洲央行 希望在2025年底之前 可以让通膨率回落到2% 那么明年全年都需要把借贷成本 保持在当前的水准 在必要的时候 就会考虑进一步升息 而过早放松政策 可能会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也就是要降息 恐怕是机会不大 另外在国际油价的一个部分 南原顾问公司表示 在过去20年以来 石油市场都是要靠中国的需求来支撑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即将要结束了 同时也预测中国的需求 会在未来三到五年就会达到高峰 那么之后就会转向长期下滑 现在开始必须关注的是印度或者是其他国家 这也代表整个中国的经济是持续走弱的 另外在国泰金的部分公布了国民经济信心调查 结果显示在九月民众景气现况乐观指数 是降到了-13.4 在八月的时候当时是-0.5 那么消费意愿也是同步在下滑的 只有两成三的民众预期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在2%以上 也就是说整个景气目前来看 依旧是不乐观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 南台科大财经系助理教授朱岳中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燕 肥豪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王应亮 肥豪大家好 经理天下特派员叶子娟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陈燕 这个债务的时代是不是已经降临了 在今年上半年 全球的债务规模是不断在增加 而且八成都是来自已开发市场 尤其在美国国债的部分 现在已经突破了33兆美元的天花板 会不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灰犀牛 冲击全球经济 现在全球的债务攀升的速度 是前所未见 加上债务所要负担的利息 相当的高昂 会不会成为接下来压垮 全球经济的灰犀牛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全球债务累积的速度 到底有多快 国际金融协会所公布的数据 现在是307兆美元 307兆美元多还是少 我简单跟各位讲 过去10年累积了100兆 过去10年累积100兆 你说然后今年上半年10兆 请问够不够快 够快吧 所以债务增加的速度 我现在讲的是全球 并不是单一个国家 或单一个经济体 所以表示全球现在都陷入了什么 债务危机 好 占GDP多少 336% 较年初上升两个百分点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上升两个百分点也很还好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全球GDP上升 有很大部分的因素 来自于通货膨胀 所以我简单讲 那个分母很大的部分是虚的 是虚的 所以实际如果我们要以通膨的 就是实际的债务的比例的话 可能上升的会更高 会更高 那新增债务当中 有80%来自于开发 美国 日本 英国跟法国 所以压力非常的大 好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债 大家还记得 1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 一直在讨论债务的问题 债务上限会一直到6月 顺利的往上攀升 但是我要跟你讲 债务上限的提高 只是暂时的 后面又遇到的时候怎么办 然后现在又要持续举债 你知道现在每个美国 他现在18号是突破33兆了 对 那每个美国公民背多少 9.7万 我们就讲10万美金 这是每个公民要背的 我跟各位讲 背债的问题在哪里 债务 很多人说背债 也不是我要还 当然是你要还 这么庞大33兆美元的债务 1000多兆台 我们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利息 一个叫本金 以后本金要怎么还 都是美国公民要还 但是现在你要先去想的是 利息的问题 美国政府 他要还利息的时候怎么办 他要嘛就增加税收 要不然就想办法 编预算跟公民弄钱 所以是不是美国公民在背 是 美债的利息现在有多少 1.4兆美元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不晓得 1.4兆美元到底多大 对不对 那我用一个数字来衡量 国防预算 是美国国防预算的两倍 简单来说 基本上你这么庞大的利息 可以养两个美国的国防部队 这个是很惊人的 而且为什么图上 我们直接美金上面点一把火 简单来讲 每天开门都在烧钱 因为利息是一直要付 一直要付 而且各位别忘了 当然也不能怪鲍尔 鲍尔一直升息的过程中 请问一下新发行 现在接下来要发的 这批债券的利息是多少 你知道吗 5% 5% 前几天我们在讨论 房贷利率的时候 我们都说 能够降个0.5% 就好开心 现在新发行的 美国的公债的利息多少 5% 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利息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在讲这些 大家都不觉得严重 可是我现在马上 带一个灰犀牛 什么叫灰犀牛 灰犀牛跟黑天鹅的差别战略 黑天鹅是会不会有 我不知道 发生会很严重 但会发生吗 不知道 灰犀牛是什么 就摆明就在这 他只要一冲过来 你就挂了 你有看过犀牛跑步吗 犀牛跑起来 那个地球是在震动 那很可怕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谈这件事 大家不要忽略一个 我们上次讲9月15号 罢工的事情 其实接下来有一个更可怕 是9月30号预算法案 如果预算法案没有过 我跟各位讲 很简单一件事情 美国政府关门 关门的意思 当然就是他就不工作 10月就关门 他就不工作 过去有没有发生过 有2019年就发生 好 那有没有可能 你不要说不可能 30天45天 美国政府你要办事情 你要移民签证要到齐了 不好意思 美国政府关门 你办不了 警察就把你遣送 就出去了 这个危机才会真正影响 接下来股市的一个表现 要注意 那当然大家都在质疑 这个美国的债务 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你到底你的债务 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到现在已经搞不清楚 为什么突然之间 怎么一睡觉一起来 怎么费33兆 我美国公民 怎么突然要费10万美金 怎么来的 好 那我们缴的税 这些钱 你真的有去还债吗 你有去还利息吗 资金流向到底是怎么样 还有未来债务一直提升 好像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 可是难道真的都没有风险吗 都没有吗 那这样我还要去 你的预算我还要过吗 你这个法案我真的要盖章吗 我跟各位讲 等着看 9月30号这个法案不会过 我跟各位讲 关门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关门几率很高吗 非常高 然后你现在 大家都在讲美元霸权 但是债务这么高的情况下 会不会冲击到 未来美元的地位 然后两党之间的 现在抗争 这些都是问题 我们把它称为灰犀牛 所以不要轻忽 接下来的问题 所以你看OECD OECD其实是非常客观 而且它在美式的 经济预测上面 我们节目也跟高娃 追踪过 对不对 非常的准确 对吧 好 那他说 今年3%会低于标准 今年3%低于标准 明年还要放缓 其实我很怕这种经济预测 因为经济预测出来之后 我们比较想听到的是什么 好消息 就是做完诊断以后 医生跟你说 没问题 应该是没得治 这很可怕 我们想说没问题 应该会更好 可是不是 他现在说的是放缓 然后疫情之后 到现在来讲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经营成长 可是这是金融危机以来 最弱的年度经营成长 所以现在OECD警告说 应该是还是会往下 最主要问题还是升息 因为过去我们讲 升息的政策是不可测的 现在是可以预测 为什么 因为已经升成这样了 大家会觉得说 大概就是维持这样 可是如果他一直维持在 这么高的利率的一个情况下 即便不再升息 高利率带来的问题 还是很严重 而且现在是 OECD特别警告这个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他说通膨还是很顽强 通膨还是很顽强 所以会继续升息 那么债务的维持就更高 没错 警告大家央行 一定要收紧货币政策 所以这一次你看 这个国际清算 算是央行中的央行 他也发布最新季报呼吁 他说不应该低估通膨 持续居高不下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让我觉得很不安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 联总会跟欧洲央行 未来的利率决策 是不是会一直维持在高档 因为坦白讲 你各国有各国央行 自己的政策 但是你不能忽略像OECD或BIS 国际清算一样 他们提出的一个报告 那就整个世界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一个状况来讲 美国自己已经遭遇到 这个高利率很大的一个影响 如果通膨居高不下 美国联署会只好继续升息 那么到时候债务压力更大 那么一些升息所导致的 这个副作用会越来越多 对 因为之前我在看 这个新屋开工数字的时候 我其实不太理解说 为什么利率那么高 然后新屋开工一直没有很明显的下滑 结果8月份新屋开工数字 降了11.3 一口气就降一成以上 后来我其实也有误解 因为实际上它是持续的在下滑当中 只是可能下滑的速度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 我们觉得还好 可是实际上 现在新屋开工已经降11.3 8月份 那是连续好几个月下滑 连续好几个月下滑 而且重点是大家都会预测 原本预测是144万套 但是没想到掉到128.3万 我们最怕的 因为分析师在分析的时候 一定已经有降低了 他的新屋开工数 结果还比原来的差 然后独栋房屋 8月开工是降了4.3 那抵押贷款利率攀升 国债值利率攀升 这个都有影响 而且这个状况 我有个朋友在纽约念书 后来成为非常知名的节目主持人 他当那时候就跟我说 纽约的生活费非常非常高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位 对你应该认识 我想问你纽约的生活费 是真的很惊人 真的很惊人 那问题是大家都还想要去 可是最近纽约州 有57%的选民说 纽约在走向衰落 这个是他们自己讲的 不是我们又在外面讲 这是他们美国最热闹的城市 最烦闹 每个到美国一定要去纽约看一看 对不对 生活成本急剧攀升 犯罪率大幅度的增加 美国纽约是不是有很多 没有身份的那些求生存的 我们把它叫五正克 对不对 然后还有住房 我觉得最夸张 而且过一条河 过一条街 他的住房的差距 就非常非常大 住金很贵 请问一下 这有没有在摧毁民众的信心 而这个现象 我还要再讲 刚才讲OECD讲的是全球 我们现在讲美国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在地中海 大家都知道橄榄油 橄榄油加沙拉很好 好的橄榄油 橄榄油煮完以后是没有淹的 而且碗盘可以直接洗 你听就知道我是橄榄油专家 地中海极端干旱 导致橄榄油的价格创新高 那橄榄油创新高 然后既然大家跑去偷油 跑去偷油 切油案增加 一般来讲 一般的橄榄油 再超市一公升的 大概是两百多块 好一点的五百块 一千块 他跑去偷油 偷了多少 五万公升 对不对 你就知道 我跟你讲 当地生活的压力 真的很大 而且但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有误解 橄榄油是没办法加到车子里面 可以发动的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金额也不小 四十二万欧元 台并一千多万 然后不只在西班牙 最近在法国出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但我认为这个现象 未来应该会蔓延 什么现象 你看欧洲央行又宣布升息 对不对 基准率率退到百分之四 这是一九九九年以来新高 他一定要把通膨压回去 为什么 因为通膨太严重了 一定要压到两趴 所以法国政府跟所有的食品说不可以涨价 甚至要降价 好 所以超市就推出来说 好 我们真的不涨价 但是我们把东西变小了 亲爱的 我把包装变小了 但是我没有涨价 这个状况 变相涨价 对 会不会未来越来越普遍 好 刚才前一代 我们看到 在全球的部分 这个债务规模 今年上半年增加速度非常的快 其实他也算是 美国不断升息之下的一个后遗症 在通膨的年代 现在大家都在寻找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现金呢 可以比较保值 而我们在传统上 纸倦 大家讲到要抗通膨要保值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买黄金 现在除了这个中国大妈买黄金 其实杜鞭太太也开始在呛了 我们说要买黄金 通膨的时候要买黄金 然后地缘政治的时候要买黄金 如果金融危机的时候要买黄金 各式各样比较有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大的时候 都会是黄金是一个避险的一个资产 所以你说如果我长期投资黄金 这个赚投到底怎么样 传统的黄金是抗通膨的资产 就有一个分析 他特别去算了一下 近20多年 就大概从2000年开始算 他说如果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20多年 黄金的投报率 其实击败大多数的资产 不过他这个大多数资产 他是把它来跟新市场的股票做相比 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如果是以2000年时候的黄金 大概就300-400块每盎司 300-400块美元左右 到现在你看大概是2000多 所以至少就是一个四五位以上的涨幅在这里 但你说同期台股大概2000年的时候 大概是8000多点 然后现在是16000 不过翻了一倍而已 那你说陆股其实也不过就是 甚至连一倍的涨幅都还不到 所以你说这样子看起来 20几年来黄金的涨幅 好像还真的是很不错 那现在讲的是今年 以到今年来说的话 5月的话是每盎司来到的 超过了2000美元 2073了 那近期虽然有回落 但是你看近期的那个走势的底 有慢慢变高 变高 有了 你去把这黄金的走势调出来看 好那现在同一时间 既然说大家说避嫌 有两个地方的黄金价格 创了一个波段 甚至是历史的新高 一个是日本 那当然这还有部分原因 是因为日元的走势 因为日元本身一直在贬值 所以同一时间 也因此就让日元计价的黄金 就日本黄金的零售价格 创了历史的新高 那同一时间 还有哪一个币值也在贬 人民币 人民币也是贬到 16 17年来的新低 所以好一样 人民币的贬值 然后所以也因此 让中国的金价 也一样上涨到了 16年来的新高 这个时候 如果你手上是有实体黄金的人 你会做什么 赶快去变现 对 如果价格那么好 所以的的确在中国 现在开始出现 有很多的消费者连夜 到金店把他的黄金抛售来变现 这种状况就开始有看到 那也因为就是在中国 现在他们的抢购黄金的热潮很盛 所以也因此就让他境内 黄金价格跟他境外 也就是伦敦的价格 出现了蛮大的一个价差 中间的价差创了历 这个真的是创历史记录 来到了每样的价差 来到了121美元 所以你可以到 如果今天你有本事 你可以到伦敦买 然后到上海去卖 你中间可以直接赚这个价差 在这个地方 同一时间你也看到说 中国的央行也是在持续的 在增持黄金 但现在有趣的事情来了 我们过去 比如说你讲结婚好了 现在年轻人结婚 其实没有那么爱收黄金的饰品 对 那是年轻人会觉得 我好像没有那么爱黄金 但是这股风气 现在在中国整个改变了 现在中国年轻人特爱黄金 他们有去分析当中的原因 他说其一是 他说中国的年轻人 深受一些金融商品所害 可能是之前的一些虚拟货币等等 所以他们对这些金融商品 就是他们觉得没有信心了 所以他回过头来还是喜欢黄金 那另外一种 他说以前我要抗通膨 我就买房 我囤房 但现在房地产造成那个样子 他说我也不能囤房了 那我就囤黄金了 好 种种因素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也开始爱黄金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们称为这个叫做小金豆 这个图比较小一点 你就想象就是一个 碗豆那样的大小 然后大概是一克 然后就是纯黄金 一克这样大概是500人民币 还可以就2000多块台币左右 所以买起来压力没有那么大 比如说像五块要生日了 对不对 大家也可以去买一个小金豆 朋友今天就可以来送 当个生日礼物 所以在他们的小红书 年轻人很爱用的小红书上面 有各式各样在介绍说 怎么样挑小金豆 然后等等等等 所以这种迷你金式的风潮 像在中国年轻人当中 非常的流行 风险低 价格也比较低 没错 好 那他们要去年轻人流行的同时 这边有图 好 这个是在 他们其实有一句话 他们说如果中国的珠宝 要去深圳找 那深圳的珠宝要去哪里找 就是到这个水贝市场来找 就是水贝市场 以前的水贝可能都是中国大妈 在那边嘶吼叫货 没有 现在他们招聘出来了 水贝市场充满了年轻人 真的耶 通通都有人去那边想货 对 深圳的水贝 他们的地位就是相当于是他们的黄金珠宝的一个大中盘商的概念 他说他这个地方占大陆的黄金珠宝批发市场份额50% 重点是整个大陆的50% 一半了 对 他一年的营收在这个地方 人民币1000亿 1000亿是什么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比中国大部分现成的GDP都还要来得高 然后你就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通通都跑到这里 还要来买黄金 好 那讲到说刚刚我不是讲说 年轻人开始爱黄金某种程度上是 觉得比买房子还安全 囤房不行了 我们现在囤黄金 好 那再来看到现在中国现在到底的状况如何 我们先来看一下外国 就是外国看中国的一个状况 好 先来讲 这边他讲的是风险性投资 比较像是初级市场的那种新创投资 比较是初级市场的投资 他说基本上今年的上半年下降 比前一年的年减率是31% 很高 很高 对 三成以上 那外面的资金进来的幅度也是 就是也是达 这个数字基本上 如果是有比较大型的案子 一亿美元以上这种大型交易 已经来到2015年来的低点了 那一些新成立的一些 以外币外国人投资者的这些基金的话 基本上上半年只有三支 然后反正就是份额都非常非常的低 对 不过在这一篇报导当中 他特别有讲到的是 因为中国他们近期通过了一个叫做数据 相关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的法 他那个法律当中他规定 如果你这个数据是来自于我中国本土的数据 你不能带走 所以这对于外国企业来说 跨国企业来说发生什么事 在过去如果跨国公司的主管高管 要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会给他们的高管一次性的笔电 或是智慧型手机 可是原本是跨国公司本身来防止 这些公司的敏感信息被盗 原本是担心自己被盗 可是因为现在这个法律很严格 上路了之后变成什么事情 他们现在是不允许这些高管 把你在中国所使用的笔电带离开中国 因为那是因为法律规定说 你如果是中国的数据 中国人民的数据 你就只能留在本地 你跨国企业不能把那个数据带走 带离开中国 罚款很高 好所以就变成说 所有的你这些跨国企业 你都只能够在当地使用 当地连手机都是 手机笔电就只能当地使用 如果今天你要离开中国境内 不好意思 你这个笔电通通不能带走 如果今天他常常上海 不都是大中华地区的一个 主要经营的地方 那今天一个跨国公司的老板 他可能要先去上海 他要去日本 要到韩国要到台湾 他的笔电公共机不能带着走 对所以他们就是说 对于管理上面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是他们现在也在反应 就是外伤他们现在也 急急缺缺在反应的这件事情 好从一旗刚刚有讲到OECD OECD现在也是下修了 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那当中也是中国下修的部分 下修是最多的 下到了4.6% 好那当中他们还是认为 他们讲了一个词 他说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失去动力 那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我们又在讲一次碧桂园 可是我记得之前曾经有人挑战这种说法 他说我们都说碧桂园是民营的第一大 但其实中国的房地产主要还是在国营手中 所以如果你认真把碧桂园去跟国营的地产商比的话 他认为其实没有很大 认为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糟糕 我有听过这种说法 对他认为说没有那么糟糕 而且他是比较在二三线城市 但问题就在于 虽然你认为他是二三线城市 可是他几乎变了中国所有三线城市 百分之八十六的四线城市 百分之四十四的五线城市 他们认为说你这些三线四线五线城市 他的经济体质本来就没有一二线城市 韧性来的那么强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说当然他的受到影响的幅度 当然就会比外界想象中还要来得更加的剧烈 好 刚纸娟 但我们看到是在中国大陆现在的一个情况 尤其现在中国除了这个房市 持续的看坏之外 包括人民币也不断的在走遍 也渐渐的影响到他们的房市表现 像美国财政部也公布了 中国其实已经连续四个月的时间 在减持美国的国债 要请教朱老师 但是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要赶快来足贬一下人民币 因为这个人民币贬值 其实中国他们的这个房产开发商 汇损的这个金额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庞大 好 我们来看中国减持美债的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到他已经连续四个月去减债 尤其是最新的这一个月份 一口气要减了一百三十六亿美金 一百三十六亿美金是多少人民币 已经八九百亿人民币之多了 而且你每个月都是百亿百亿在减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形 你看到在过去的高点 二零一三年 那我们就不说了 你光看这个虽然一直在减 也就算了 这一个邪度 有没有看到 特别的大 表示你加速在减持嘛 你为什么要减持 你所以我们在整体来看 大部大概我猜大概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缺钱 对 我变现嘛 我卖每次在变现 我们要说是一卖八九百亿 而且是一个月就这么多人民币进来了 我很好用嘛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北宜提到的 我要维持我这个人民币的汇率的稳定 因为刚刚提到 我们就以最严重的这个地产公司来说好了 就媒体的统计 你看到光中国的地产公司 因为汇损就高达三十亿美金 你说地产公司不是很在地的公司 怎么会有美元汇损 对 因为这些公司 你说这些公司 哪一家没有在境外发美元债 是 发了美元债借了美元换回人民币使用 可是我要换的是不是要再换回去 对啊 如果我六块多 的时候借的现在变七块多 我不是要倒贴嘛 所以你看哦 好就日经亚洲的统计 光前三十大就汇损了这么多钱 其中你看到龙头 一个恒大四十几亿 碧桂园也有三十亿的汇损 所以中国要去做这件事情 把人民币稳定下来 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地产只是所有的问题当中 最严重也最需要的 可是就中国政府本身 其实也有其他的问题 不要忘了中国还有很大的问题叫军费 中国一年的军费以今年来说 他是一点五五三六兆人民币 核台币是八兆多 而且从去年到七年成长了百分之七点二 中国去年聚力币才成长三趴 对 今年好一点 因为去年积齐地也不过五趴 结果你军费成长七点二趴 如果我能省一点 因为军费很多的军备 是不是要跟国外采购嘛 包含了零组件等等的 所以我们可以对应到中国政府现在或者说习近平最近在做一件事情 来 我们再看到整数军 这个军方 尤其是什么 咦 我们上个礼拜不就讲过 对 老师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国防部长李尚福嘛 因为腐败的问题 消失 现在已经应该消失三个礼拜了 对 现在呢 已经据说确定他已经被解除国防部长的职位了 当然他们还没有正式发布 但是现在就是西方的情报 已经说正式被解除了 好 你想为什么要找李尚福 因为他之前做的职位太重要了 叫做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全部的军队当过兵的 叫做这种装备部是最花钱的 所以连中国的民众自己说 其他那些贪污真的不用说了 其他那些你能贪多少钱 可是如果你在这个单位 一贪就是几百亿 几千亿了 对 那现在政府没有钱了 当然回来整数这个问题嘛 我从那边省的还比较多 对不对 你这些贪腐的都抓起来 所以呢李尚福是不是就是重箭落马了 好 一个一个习近平的亲信重箭落马 那谁有可能是下一个 所以我们就看到李尚福重箭落马 也就算了 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们现在就去查军备发展部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说嘛 因为他花预算花最多 对 那你要贪钱也最贪最凶 好 可是呢 问题是一往前查 查到这个时间点 二零一七年 你为什么推一个这么奇怪的时间 往前推六年 六年 你没有照理说要推更久嘛 因为在李尚福在当国防部长之前 是做这个职位 可是他在之前呢 是这个人 张又霞 也就是说张又霞卸了这个军备发展部部长之后呢 换李尚福 才去接任 结果呢 现在问题来了 夏立要策查 在七月份的时候 就是由张又霞 因为他现在是军委副主席 我们要知道主席是习近平 是 所以副主席等于实际上有在管最大的 他夏立要策查的喔 是 结果跟你说查到二零一七年起 因为前面是他 前面是他 不敢查下去 这也太扯了吧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所以大家都说 你没有问题吗 来 我们看到 你有没有问题 九月十五号中国群方开一个 習思想主题教育会 说重要不重要 说重要也很重要 因为至少很敏感嘛 结果他缺席了 缺席 李尚福也缺席了 李尚福缺席 不稀奇 你为什么缺席 张又霞也缺席 对 张又霞也缺席 尤其就在这个敏感的时间 他说现在是不是又有人要搞失踪了 你看 是不是从秦刚失踪 李尚福失踪 张又霞失踪 那大家想 而且大家现在看喔 会不会动到他 李尚福已经是红二代里面算很红的人 对 我们在上礼拜有讲过 我们就不多说 其实张又霞更红 他也是习近平的情形 对 因为他老爸张忠勋 跟习近平的老爸习仲勋 当年是一起打仗的 而且他们都的祖籍都是陕西 也算是老乡 而且他又跟习近平两个人都是在北京出生 从小就是释交 所以他们两个这么迷奇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看 你敢不敢动 习近平你敢不敢动张又霞 而且你显然有问题 你怎么会没有问题 是 所以这就是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另外这还有一个人他也不见了 这两个人又有一个特别的关系 刘正立 他们两个人有什么特别关系 他是现任的军委委员里面 唯二有实战经验 两个人都打过越战 结果这么重要的人 他也没有出席 他也没有出席 那现在是还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中国现在这一波的整数 绝对还有续集 好 刚刚这个朱老师 在我们看到是中国这个内政的问题 现在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质疑 不过我们说到 现在中国在对外的时候 美中之间的这个科技战 也是持续 所以我们来看到 比如总统拜登 这一次他在联合国大会 在进行演说的时候 他也说了 其实美国是致力于去风险 因为他说 不是真的要跟中国脱钩 不过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现在到大陆的这个企业 其实这个数量也是越来越少 而且我们看到在今年 2023的美国商机日 在这一次美国有高达18家的企业 他们来到台湾 那么锁电的是5G资安 电动车 这三大领域来台采购 所以其实美国在做的 还是持续在去中华 对没有错 拜登讲这个话 可能中国人不太相信 但我们还是来先讲一下 就是说 他这一次他在讲的时候 其实态度有些稍微缓和一点 他主要是跟中国大陆喊话说 我不是要完全跟你脱钩 我只是在我去风险 我们只是要增加 一些对外的一些伙伴贸易关系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他在表明什么 他在表明就是说 我们跟中国是竞赛上的竞争者关系 拜登在他的一个态度上 的确跟去年相比较 是出现了和欢许多 因为去年 他在谈论到台海问题的时候 他是坚持任何一方 不可以去改变现状 一定要维持台海的和平 他有点在严厉的警告 北京当局 你千万不要轻举 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这一次他反而就是比较和缓 而且还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气候跟乌俄战争问题上 可以一起来承担 一起来努力去做解决 所以态度上来讲的话 是明显缓和了许多 感觉起来有点像 在像中国在做一个喊话的动作 但是我想中国应该是不会理他 因为习近平这次 根本就没有参加这次的会议 我想中国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 还是他焦头烂额的经济问题 现在来讲的话 尽管中国政府最近对外资企业 有开始比较出现和缓的一些态度 但是从去年开始 因为反间谍法一直打压外资企业 所以外资企业 其实对中国的一个经济前景 已经失去了一个信心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 最新的调查显示 就是说在这个325名会员里面 大概只有52%认为 未来中国五年的经济还有前景 但这个数字来讲的话 跟去年来比较 去年认为有前景大概是78% 所以已经降低了很多 降了24年来的一个最低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 还是在冰点 相较于他们的冰点 台美关系就显得非常热络了 所以这两天来讲的话 这个美国商机日 这一次是有史以上来讲的话 最大规模的 也是最高规格的 因为他这一次派出的是 美国商务部的次长 而且还带了两个 美国州长来台湾 这规格上来讲是 历年来最高规格的 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有209家的厂商 也做参与 主要就是针对 这个5G资安跟电动车 还有这个半导体 总共这几个领域 来做一个扩大的一个采购 大家的重点还落在哪里 这个资安网络建设的部分 这一次美国希望跟台湾 可以达成一些协议 因为2024年 他们会推出一个所谓的 资安框架2.0的草案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美国国防部网络安全 合作伙伴协议 这个里面 未来在2026年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要采购 网络相关的领主件的话 都会以这个草案为基础 所以如果台湾能够 跟美国签署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 很多网通厂来讲的话 未来的一个商机是无限的 重点二就在半导体 因为这一次 亚利桑那州的州长有来 所以大家就很关心 台积电那边建厂的进度 到底怎么样 亚利桑那州州长 他也讲了一些官方话 他讲说我们州内 大概有1.2万名的成熟物技工 所以那个缺工问题不存在 那个进度上来讲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如期的完成 电动车目前来讲 因为美国通膨法案的关系 美国希望未来电动车 都是由美国本土制造 或是美国认可的合作伙伴 来做制造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现在一窝蜂 就跑去什么 跑去墨西哥做社产 因为墨西哥是美国认可的 所以墨西哥现在成为什么 电动车车厂的一个胜地 台湾部分来讲的话 未来投资应该会达到 大概100亿 超过100亿的台币 现在国内像何大 今天就下午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也说明 接下来过去要投资金额要多少 我想很多厂商 包括广达也都过去了 所以美国要加大对台湾的投资 有哪一些这个族群 个股有机会受惠 好 那我们就分三个领域 在5G网通的部分 其实这一波 你会发现在整个网通股里面 企迹 质疑这些股票 它总是非常稳 这个是十字均线 你会发现它几乎是沿着十字均线 它根本不管大盘 大盘已经回撤两次了 它还在不断创高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股票 可以沿着十字线做操作 就回到十字线 你可以做买进 因为它目前短线最大的题材在于说 美国要做所谓的网路基础建设 它未来会用到所谓的5G的 这个固定接入 无线的固定接入设备 这个来讲的话 它商机就很大 因为企迹跟美国两家电信商 已经在做合作了 所以这个未来来讲的话 商机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再来就是 51560中煞的部分 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因为你现在不论是 亚历山道5奈米厂 或是台积电雄本厂的部分 你在这个晶圆代工部分来讲的话 一定会用到钻石碟 那最近来讲比较夯的 应该是3奈米的制程 因为苹果的这个A17 Pro晶片 就是采用台积电3奈米的制程 那3奈米制程里面 它就是要用到 所谓的3奈米的钻石碟 这个一定要用得到 而且它是耗材 你不管未来怎么用 你的使用量只会越来越多而已 再加上就是说 它也有COAS的这个 化学研磨机械的 钻石碟的部分 未来COAS在第四季 可能会做增产 所以它第四季的营收表现来讲的话 公司对于第四季的看法 是比较乐观的 所以我觉得股价在拉回过程里面 这个相关的半导体设备概念 1560中砂是可以注意 那在电动车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有讲到 很多厂商跑去墨西哥设厂 那宣德其实也有加入 宣德目前也跨入了 墨西哥的一个设厂 因为不过它去的比较早 所以它今年年底 就会有一到两座这个产线 会做生产 那这个产线就是针对什么 针对相关电动车厂商做出货 目前已经接获到一家 这个所谓的电动车厂 在整个车用影音连接器的部分 它会开始做个出货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三张股票 在最近盘是比较震荡 拉回过程里面 你不用去追高 就是有拉回过程里面 后续可以慢慢观察 这三家公司都是跟美国 扩大台湾投资 跟采购台湾投资 有关系的个股 好 刚刚那样 但我们看到美中关系 感觉上虽然拜登的说法 有稍微比较缓和 但还是持续紧张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美国加大 对台湾投资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相关的这个个股跟族群 都有机会可以受贿 当然除了半导体跟AI之外 我们说到这个美装品 会不会是下一个 美中角力的战场呢 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了解